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呢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出席到方润华这个运动会桂莫礼 我一直都勉励一些球员 现在现役的职业球员 其实很多都是学生的 很多都是学生在读书 当然 现在能够在学业方面有这样的能力 读到入中学大学 我想他们自己很得想如何去为自己将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很多是喜欢踢球的 能够踢球享受到自己足球的生活 而赚取到他们应得的报酬呢 这个是很难得 我一直勉励一些学生 应该在读书的活动 自己选择自己爱好的运动 今次我带同三位流浪的球员 都在他们的足球生涯很出色 那重点是哪个呢 不用说了 是你们的学卿 姚鹤明 那姚鹤明呢 在流浪会我较为欣赏的一个球员 这个赞奖你是学校教导有方 能够靠到一个球员出来 不限在球场里头 球场以外 都是很注重自己的品德 很尊重领队 有礼貌 跟球员相处也很好 很晓得跟球员沟通 也很爱惜私底 这件事是我个人赞赏姚鹤明的 我想方润华中学 所有的学生都向你们这个师兄去学习 这是我近年见到姚鹤明在球会 自己所做出来的事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好 谢谢总监今天来到我们学校作嘉宾 再一次多谢你 总监 大家见到我今天一身 香港超级联赛流浪足球会的打扮 就是我们邀请这三位球员 加上总监 进行我们今天的方润华中学 第17届运动会的闭幕礼的嘉宾 我现在和你们看看我几个嘉宾 好开心 见到大家 好开心 我想访问一下你 为什么你会选择 就是踢球 作为你的职业呢 其实踢球是很辛苦 我见在球场那里 操练 又有外援 今年流浪队也有日本的外援 又有巴生 阿根廷 又有韩国 又有外国人 那你怎样跟他们竞争 竞争这么大 有时候会有伤环 踢球 很多的困难 你怎样克服呢 好 那做职业球员 就是我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那自己就很喜欢踢球 那家人都很支持我做这个决定 那既然自己那么喜欢 我小时候就已经全心全意地 放了一些时间去足球 那你说我们现在职业球队 有其他外援 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那因为他们可以带到他们国家的文化 足球文化 体会到外面足球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将他们的足球 带来香港 那你说足球员有伤患 那每样运动都有伤患 那就要看看自己的态度 就是你受了伤 要怎样去康复 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心态 其实这个问题 我太太都很想问 我代她问 就是其实选择这个职业足球的过程 家人有没有反对过 还有怎样去跟家人沟通呢 那我家人就很好的 那就完全都没有反对过 反而是很支持 就是叫我 就是你定立了这个目标 就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去做 既然我现在做了职业足球员 你也是必然正选的 那如何去保持自己的状态呢 其实 那作为一个职业足球员 其实要在一个高水准的表现里 里面发挥到 其实首先 本身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 除了饮食之外 休息也很重要 所以我平时 除了我的年纪越来越大 那其实可能除了练球之外 可能也会有教球 那在当中的情况之下 我尽量都会比较少出街 就是可能要分配一些时间 去好好休息 另外就是 我们看很多比赛里面 其实可能是90分钟的 但是其实是透过练习里面 不断去重复去练习 令到在比赛里面知道做什么 所以每次我去到练习的时候 都会非常投入 和百分百互出 就是今天都看到很多 陆运会 一些跑步的比赛 都可能是十几秒就完了 但是都是透过在训练里面 不停去练习 不停去练习 去提升自己的表现 所以每次练习 我都会非常认真去练习 好 很多谢你 那期望又在球场里继续努力 是的 因为我听总监说 亦都是一个事实 我们专门说事实 就是今年有一个流浪足球学校 你们两位是负责人 足球学校长 那你怎样去教那些 就是我们叫小孩子 其实青少年 他们要做到自己很健康 要很努力去做 怎样灌输这个或者劝 用什么方法 要逼他们就是我们教练的工作 但是首先要令到他们知道 来到要做什么 对自己要有要求 因为他们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都有一些比较玩的心态 但是所以一去到球场 其实我们要令到他们知道 有纪律的 令到他们要在练习里面 知道我来练习 我不是只是来玩的 因为他们来到 是要学习怎样去踢球 所以首先我们要令到他们的心态 来到很集中 之后再在训练里面 有时都未必只做些很闷的东西 有时会有些游戏 令到他们的看法 如何在足球里面进步 所以首先我们要管好他们 然后教他们如何去踢球 无论什么职业都好 我们要拿家庭和我们的事业 一个平衡 其实是怎样去做 是否容易做到 其实都很难的 因为有时都要兼顾事业 因为生活都需要一些 这次去平衡 但是自己就尽量抽多些时间 陪小朋友和家 因为始终现在的小朋友 都是比较小 而且都想多些父母的关心 我自己都很喜欢小朋友 亦都想多些时间 从小看到他大 如何成长 这个都是父母 每个父母都想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练研波 我都很快抽多些时间 回去陪他们 当然我都要平衡我们的工作 当然是辛苦的 但是那个过程是很享受的 还有有时踢球 就会很不开心 或者输球很不开心 但是回去看到小朋友 你就所有的烦恼都忘记了 好多谢你 我也有同感 上班不一定是全时间都很开心 总会有不是太理想的时间 回去见到家人就会很开心 今天就很开心和大家做一个访问 这么近距离 和我的偶像 我们期望下次有机会 又在球场见 不过球场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交流 教我踢球 因为我都 这里就不要生性了 我要努力点练才行 好 今天的访问到这里为止 我多谢几位嘉宾 多谢你们 拜拜 拜拜